林毅市稍早已经搭乘北索车 前往特征组来接受应讯 详细状况 连线的记者吴亦轩 好 直播就在刚刚九点半的时候呢 林毅市是坐着北索的车子 已经到了特征组 那么他今天是穿着绅色的条纹上衣 没有戴口罩 但是他这次有系上了安全带 但是呢他的表情是非常的严肃 那么就在他早在他五分钟前 律师丁中原以及这个律师陈松栋 也都到了现场特征组来应讯 让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画面 其实律师也表示 今天可能检方会传唤他的原因 是因为要来针对昨天起初 彭爱家起初的这些赃款 来做交叉比对 那么其实检方在这几天 有了大动作的搜索 并且呢是有大动作的进展 除了呢是彭爱家的账户里面 有查出一百万的美金 折合台币是三千万的台币 以及呢这个林毅市的母亲 沈若兰在六月四号自首的时候 拿出从祠堂里面带来的一千八百万 再加上呢昨天这个彭爱家的 这个银行保管箱里面 找到了将近千块的千万的台币 所以加加总统里面总共加起来是六千八百万 那不过让检方意外的是 这个他们发现说这个沈若兰在处理 账款的方式是非常的特别 除了呢是将美金烧掉 以及呢其他的这个现款呢 是丢到了马桶里面 还有呢甚至是将这个现金呢 是放在这个神桌下面 所以种种的迹象都 都让检方有一点意外 不过呢现在检方最大的动作可能呢 就是要来约谈林仙宝 就是林医师的父亲 不过呢林医师父亲由于呢 年纪已经到高达了八十几岁 所以呢可能呢不排除是到他家来亲自讯问 以上就是来自特征组的现场情形直播 好的一轩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刚刚上午九点半左右 林医师已经搭乘北锁车到特征组 准备要接受应讯 而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照片呢 看到他今天穿着条件的上衣表情相严肃 手上呢也带着手铐 这是我们双肢情形 有更新的状况随时为您掌握